在之前啊 我说得非常地明确 我的人生规划不在阿坝州 所以我也希望 你们可以理解一下我 从现在来看 阿坝州的发展 也是一路向好啊 不比过外差 那您的意思是 州里之前给我的承诺 都是空的呗 但是我真的没想到 杨副州长您 您是说话不算数啊 没有说话不算数 因为阿坝州现在需要人才 所以呢 有希望 你留下来 把这段事情呢 完整地做好 中国现在的经济 发展是很快的 就算你到了国外 规定 在那儿混得比在国内强 而且呢 跑到别人的饭碗里 去抢饭吃 难道 比建设自己的家乡 还要显得高大伤吗 对不起 杨副州长 我不像您啊 会说这么多的大道理 但是我知道爷 男人就应该是 说话算数 说好两年 出而反而 这种事情 我是没办法接受的 你接受不了的事情多了 什么叫出而反而 枪债的事情是你挑头干的 到现在做好了吗 取得一点点成绩 沾沾自喜啊 办托而非 这就负责了吗 有你怎么不对了吗 杨副州长 两年前我们说得非常地明确 就是干两年 这两年里面 我认认真真地做事 我也做出了成绩 现在就是我该离开的时候 再说了 这是关系的我的事业 关系的我的学业 还关系的我的爱情 和婚姻 所以杨副州长 请你不要再劝了好不好 一切事情都在变 如果你还是个爷们 就老老实实在这儿 把这事情完整都做好了